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因碌碌无谓而羞愧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看淡一件事你就放下了 人之所以类 很大程度上是把一切看得太重了 每一件事情都力求完美 每一个与自己交往的人 都力求让他们感知到如沐春风 成为了众人眼中的能人 好人 却也让自己承受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直到有一天 也许是很小的一件事 就促成了一个机缘 一个让自己放下所有包袱 做回自己的机缘 看淡了 放下了 心也就不累了 一 看淡爱情 放下已经走远的人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教人生死相许 爱情的甜蜜 令人陶醉 爱情的痛苦 也只教人肝肠寸断 但上天安排我们来到人间 在滚滚红尘中 除去体验爱情 还有诸多真情 譬如亲情 譬如友情等等 生命的丰富性 原本就是存在的 不能由于一段失败的感情 而一夜障目 也许很多时候 我们放不下 一段已经逝去的情 一个已经走远的人 其实是不甘心 不甘心那样好的自己 不复存在 而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也许在那段关系中 我们是那样的光彩夺目 是那样自以盎然 活成了别人羡慕的样子 也活成了别人眼中的自己 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因为太在意他的感受 不知不觉间 戴上厚厚的面具 假装微笑 爱无及物 而心底 却并不是真正的快乐 一段好的感情 能让你变得更好 而一段失败的感情 往往让你迷失了自己 爱你的人 舍不得你伤心 不爱你的人 再怎么努力 都无法唤醒他的爱 当你把一个人 太当回事的时候 你就失落了真实的自己 这样的你在感情中处于 积极被动的地位 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才会连分手很久 都迟迟不愿意放手 偏执认为 只有那个人 才能带给你幸福 想要去重新拥有 其实你喜欢的是某一类人 而他的离开 也不能代表什么 只能说明 你们不合适罢了 就算舍不得 也要收拾醒脑 赶下一段路 你的人生 有很多的可能性 只要你敢于往前走 就会遇见不同的风景 人都是追求快乐 逃避痛苦的 让自己开心 是一种本能 只是现如今很多的人 都忘记了这种本能 变得麻木 所以也变成了我们的功课 学会爱自己 做一切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懂得适应变化 成为我们的方向 那个人既然已经离开 说明是真的不合适 所以分了就是分了 不遗憾 能够分开 就说明不是很爱 不是彼此的唯一 算了吧 何必爱得如此卑微 爱得如此辛苦 想方设网赢得他的欢欣 却深深地委屈了自己 这样的爱情 不要也罢 爱你的人 就好好珍惜 不爱你的人 就早点放手 无所谓的东西 不用放在心里 你的世界很小 只留给在乎你的人 二 看淡过往 放下埋怨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人们常常痛苦的事情 一是得不到 二是已失去 等到小羊珍惜的时候 才发现 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了 错过了 就再也回不去了 就像网上流行的句子 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后果和结果 过去再美好 也不会重来 现在再不堪 依然是命运最好的安排 错过太阳 还有月亮 还有星星 时间在走 日子还要继续 放下过去 结束现实才是出路 不要苛责他人 因为你不是他 永远也不会明白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要苛责自己 因为自己也是第一次来到人间 怎么可能事事如意呢 当生命遭遇疾病 当命运遭遇重创 当感情遭遇背霸 当时也遭遇挫折 是上天给予我们的考验 也是给予我们的另一种恩赐 用这样近乎残忍的方式来提醒我们 人生路上 有成功 有失败 笑对人生 才是生命的真谛 放下过去 让心归零 然后试坏一切 等到多年以后再回首 会发现 当初流过的泪 受过的伤 都是你变得越来越坚强 与其让往事 成为当下的牵绊 还不如立足于现在 踏实的生活 过去了的 就让它过去吧 任其随风飘散 任其尘埃落定 不再去计较 也不再去纠结 有些事情 无法从头再来 也无法从时间当中抹去 既然如此 那就让它静静地 躺在岁月当中 不去触碰 也不执着 过去的事情 无法从头开始 也无法重新再来 每个人的生命 只有一次 每个人的人生 也只有一次 所以 不要让你的过去 打败你 也不要让你的过去 成为你努力 奔向未来的障碍 做人 别输给过去 过了就放下吧 三 看淡得失 做回自己 命里有时钟需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该是你的 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留也留不住 天下兮兮 皆为历来 天下攘攘 皆为力往 人心总是贪婪 永远难以满足 一旦陷入 名利场中的追逐 往往自助比较 往往患得患失 渐渐地 为力是图 为财是举 原本清清爽爽的自己 逐渐变得面目全非 那些简单的快乐 从此一去不回 你想要追求的东西 越来越多 却不知道 生命基于每个人的 一切早有安排 并不是你执着什么 就一定能得到什么 反而犹如指尖上 我的越紧 流走得越快 人生 需要天生我才必有用的 自信与气量 更需要 大文耕耘 不问收获的淡定与豁达 无论前方的道路 是平坦还是坎坷 不气馁 不抱怨 尽心而为 尽力而行 无愧于心 就是自在 人生 活着就是一种修行 除了生死 都是小事 累的时候 就给自己放个假吧 看看窗外的风景 听听心仪的老歌 望着心爱的人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看人家的繁华与落寞 你会发现 原来 自己已经拥有了太多太多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